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面临 阳光 阳光在风水里面 他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在房子当中 我们都很希望说 能够直接太阳能够进来 因为阳光来讲 他可以活落里面 室内的一个气场 这一种的一个状况下 像有的时候有人就会说 西晒的房子 西晒就是说太阳下山的时候 会一直晒到那种太阳 那一种房子会很不好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或许是这样 但是毕竟总比晒不到太阳的房子 要强很多 而且现在的一个房子里面来说的话 或多或少 都有什么空调冷气这些设备 其实他就算是温度 他会一直持续到晚上八九点 还是一样很热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透过这些人工的东西 还是可以调整回来的 所以我们不怕什么没阳光 我们不怕有阳光 就怕没阳光 了不了解 所以房子不怕西晒 就怕照不到太阳 这一点很重要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